是否我們看到有某些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們出個post 叫所謂抽一下水 我們俗語講 是不是出個post 抽一下水 我們看到奧運、亞運的香港的運動員表現得好 我們就出個post 去恭喜一下他 又或者我們看到不知道幾年一遇的水浸 我們就出個post 叫大家小心點 盡量不要出街 是不是這樣 我們就在社交媒體上跟別人建立了關係呢 有一點點的例子 其實都是一些商業的個案 這些個案 復興了幾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他講的東西是很適合他的business entity 第二件事就是 他講的東西對於他的受眾來說 是真的會覺得有一個很強的connection在裡面 當然 建立了一個connection並不代表即時有生意 但是 在社交媒體就是這樣 一步一步 一段時間之後 你就會覺得這些的business entity 其實是和你這個community有關係的 這個 我就遮蓋了那個人名等等 這個是一個 實際上是一個我朋友 on our friend list 裡面的一個人來的 他是一個迷你倉的老闆 他就出了一個這樣的post 地球post 其實是 所謂的地球post 它是open to public 任何人share它出來 他的朋友都會看到 最近 你一看到這個post就知道是最近的 講水浸 他說 如果任何朋友在家裡有水浸 臨時需要一些紙箱或者是倉存的服務 可以告訴我 可以聯絡我 可以聯絡我 或者致電 我就忘了那個電話 因為在這個場合就不太適合有一個電話在那裡 但是 大家會想 這件事 它 因為我想水浸那段時間大家都很慌忙 實際上真的有很多人面對著一些困境 那怎樣去處理呢 這個是其中一個 作為一個迷你倉的business的時候 是可以怎樣幫助到其中 在這個community裡面一些的人 那你說是不是幫助得了全香港的人呢 未必一定 但是呢 對於他們覺得有需要短時間之間 去處理這樣 家裡某些用品的時候呢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很合適語來的 也都是很能夠connect to 這個business entity提供的服務 好 我給大家多個例子看 講奧運的 那其實呢 上 剛剛那屆 東京奧運 我想 就是無論打劍 又或者是游泳等等項目呢 大家都是很著弱的 看到 那於是乎呢 很多人呢 都出了很多個post 就是恭喜哪一個啊 又或者是我們 多謝運動員的努力啊 等等 那這一個呢 是一個van仔服務來的 call van仔服務 然後呢 它就說 其實呢 它覺得要繼續支持的 就要支持到巴黎奧運 這個是剛剛完了東京奧運的時候 就會出這個post 那個 它就說局部呢 這樣去support著一些運動員 因為運動員進去體院呢 其實有時候拿了很多equipment 其實是辛苦的 於是它就想提供一些support 令到他們覺得有多些人去支持 有一些實質的支持這樣 那當然呢 如果你計算post的層面呢 這個並不是一些很好的設計得很漂亮的post 它有些設計得很漂亮的很重要的post 但是實質上 這個呢 都不是平時大家 就是看到有件事出來之後 就只是講一講 它有些設計得很漂亮的很重要的post 就真是提供一個offer著某一些事情 使用戶就真的見到它這個服務 是connect to the community 當這個community 當整個社會的氣氛就是 為了這一幫運動員很著弱的時候 那運動員其實下一個月 它都依然要面對著去做訓練這樣 它之前面對的問題沒有很少到 那於是這一個的case就是 它都是connect to 他們的base of sensitivity 然後呢 他們提供的服務呢 其實是影響著它的一些potential customers 的